大家好,我是GoMarkets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这几天我们推荐了煤炭类股票 昨天Whitehaven的股票涨幅超过了10% 一周内时间涨幅超过25%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黄金和石油最近谈论的都比较多 这种突发事件带来的交易机会和传统的K线图交易方法有什么区别呢? 最近还是受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局部战争冲突的影响 澳洲股市依旧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大部分的行业股票都是下跌的 像这一股又下跌了4.1% 股价已经是跌到了一块八毛七的低位 MFJ Coase 还有WorldS&SX本身的这些公司的股价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挫 但是上涨幅度排行比较靠前的 也非常明显像受军事冲突影响的一些煤炭 矿业这些公司的股价上涨幅度较大 像煤业股WHC和YAL上涨超过10% AVZ LTR也上涨8%和7% PFELS再次涨到了3块钱附近上涨了5% FMJ和RIO BSP矿业巨头也是普遍上涨4%以上 最近这个主要是两个背景 一个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的局部战争冲突 那么大家当然是希望战事赶紧结束 毕竟刚经历了疫情 俄罗斯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但是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现在方国家把俄罗斯剔除到了SWIFT 这个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之外 大部分的银行跨境交易贸易的时候用的都是信用证 比方说我们中国的出口商 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出口商要出口一系列的商品到澳大利亚 那么很难是以及时的现金交割 大部分都是以3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周期作为信用证 那么银行来做担保 那么这些交易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的现状情况下 从俄罗斯煤炭出口到海外 包括到中国 那么这个进口的煤炭数量 像平均每年都是上万吨 就是几万万吨 大概是价值都是触百亿美元计价的 那么俄罗斯占中国煤炭进口的15-16%左右 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那么是中国第二大煤炭供应商 我们也知道澳洲有很多优质的煤炭 但是之前由于中澳关系比较差 所以说很多的澳洲的煤炭就在中国的海岸线停港 但是不让入港不让卸货 所以说在目前阶段 中国也是受到冲击 没有办法用美金来进行煤炭贸易的结算 和俄罗斯也不太可能拿卢布结算 俄罗斯卢布一天暴跌20% 你两天三天之后原来100亿美金的煤炭 到现在你拿到卢布之后 你再换成人民币 中间两三天时间一耽误 少换了50%赔死了 所以说对于目前中国的煤炭交易商来讲 所有的合同依旧是一美元计价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方式能够使银行 把美元在俄罗斯的这些交付掉 那么现在只能是重新一核人民币付款的形式来进行商谈 但是这个时间周期还要再等几天 因为不可能突然就 俄罗斯那边的煤炭出口上就突然接受人民币的付款形式 他们肯定也希望是依旧以美元形式来计价结算 所以说双方目前是在等待消息 暂停了煤炭方面的交易 但是现在国内的中国的存货可能还是够用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接下来进入到了夏天 北半球进入到了夏天 所以说再加上中国政策上下调了国内价格的上限 让进口煤炭逐渐变得不划算 那么中国的目前的进口煤炭的市场 从上周开始就逐渐低迷起来 所以说在短期澳洲煤炭股的价格会冲高 但是在中长期中长关系这么紧张 没有得到依旧没有得到官方层面的缓解的背景下 俄罗斯虽然有供应的长期缺口 但是目前中国国内在今年的煤炭的供应量 还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还可以继续从印度尼西亚增加新的煤炭进口 再加上货运成本也是另外一层值得担忧的事情 那么再看煤的期货价格 动力煤本周从近一个月的低位快速反弹 那么上涨创出了近三个星期的新高 那么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情况 因为煤炭跟这个汽油的战略程度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那么中国的一些电厂现在日耗煤的数量也是比较稳定了 所以说整体库存中国的库存还是在下降的 所以说如果是在各国政府目前举期不定的情况下 如果是6月份之后 中国需要进行囤煤 需要进口大量的动力煤 或者是为了预防冬季的倒林 那么在6月份7月份 如果是额污问题 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缓和 那么澳洲的煤炭供应 也是有可能极大的概率 会成为中国被选的一个进口方案 最近受动荡局势的影响 像黄金避险产品 以及中东的石油还有相应的 刚刚提到的煤炭天然气 铜矿然后各种金属类的贵金属 这些价格资产价格大幅上涨 这个又属于事件驱动型的 就是说当世界上突然出现了超出预期的突发事件 可以称之为黑天鹅事件 然后部分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 大幅的单边走势的价格波动 那么像铜的价格白银黄金这些都不说了 那么只要局势一动荡 它们的价格70%甚至90%的概率 都是大幅度上涨的 那么石油也是涨到了120美金附近 那么对于传统的K线交易者来讲的话 其实跟目前的世界驱动型的交易 这两种交易是相关性很强的 那么一种是信号 一种是引发的结果 就是说先是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件 引发了K线图走出了这样的曲线和图形 那么在图表上 一个重大的事件会使得价格在短时间内 创出新高或者是突破关键的一些阻力位 连续大幅度上涨 那么我们要在K线图上面 印证这一个消息的有效性 或者说是持续性 那么就看它的持续的时间周期 比方说经济数据公布的时候 都属于事件驱动型 短期来讲 5分钟半小时的时间周期 美元指数或者是黄金 或者石油价格 或者是外汇股票 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30分钟的活动 那么如果是上市公司公布了财报 可能会出现两到三天 三到四天的时间的活动 在K线图上面显示了跳高或者跳空 那么这些都是让市场有一个合理的消化 对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消化的过程 是需要考量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幅度 价格波动的幅度 第二点是波动的时间周期 就是长度和宽度 市场都会考量的 那么映射到图表上 就产生了我们看到的K线图 所以在过去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戴若顾比先生的这个顾比均线 因为他的顾比先生的这一套逻辑 它是基于短期的投资者和中长期投资者 意见交换的一个过程 如果短期投资者和中长期投资者 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出现了同样的投资方向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共振的频率或者说共振的强度 会持续的时间比较久 那么也就是在我们图比均线上 短期均线突破中长期均线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的投资 不管是股票黄金石油 还是其他产品 我们持有的时间都会比较久 比方说以石油为例 从去年前年2020年较低的位置 比方说三美金七美金的石油价格 到现在我们看日线图上的K线走势 带入固比均线是会一直显示 我们应该持有石油的这个投资标的 那么因此如果是哪一位投资者 完全严格的按照固比均线持有到今天 那么它在石油单一产品上的回报 就已经超过了50倍 所以说或者30倍40倍 因为我们是可以使用少量杠杆的 如果是没有杠杆的情况下 应该是获利超过了30倍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认为 事件驱动和K线图的走势 它产生了非常强的交互作用 如果是比方说一个价格 在强势上涨的过程中 这个图表走的非常强势 每天都在小幅的向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是要做空的话 我们称之为是逆势交易 也就是说我们在预期明天后天会出现一个坏消息 影响股价或者影响金融产品的价格走势 所以在短期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的客观事实 就是目前俄乌的状态依旧是不容乐观 俄罗斯在前期投入了大量的成本 并且承担了舆论压力 在国际社会地位上 目前是处在非常弱 不好的这种形象 因为它是挑剔了战争 造成了人员伤亡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想要获得的谈判筹码 目前看到并不是非常对它有利 那么它想 它又普京 它这个性格决定了 俄罗斯目前的主流政治 依旧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 中短期事件突变的可能性 发生转折的可能性 是又再次降低了 那么在于目前的阶段 我们去做空黄金和做空石油 都是风险较高的 而在转折点出现之后 比方说是普京确定 普京总统确定 这个跟西方然后和谈 那么大家把这个战事 给完全熄火掉 中俄关系和中美中澳 或者以及各方跟欧洲的关系 也开始逐渐的缓和 那么这个时候是 事件驱动型发生了变化 那么K线也会出现了变化 因为短期交易者 或者短期的投机者 会认为黄金石油的价格 到了一个超买的状态 那么大家在短期就开始抛售 因此短期的K线图 就会向下掉头 因此短期和中长期的投资者 会出现一个逆交叉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调转方向 或者是获利了结的一个信号来源 那么在中长期来讲的话 那么会拖着这个中短期的投资者 会拖着中长期投资者的投资 出现反转的信号和方向 但是鉴于目前各国局势 非常动荡的情况下 以及非常复杂 所以短期得到缓解的概率 还是比较低的 因此我们依旧是要提醒大家 在做逆市交易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注意防范风险 以及对未来的事件预期的判断形式上面 要做出适当的调整 并且也要跟随时政的变化 及时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首选券商